接下來我們要複習元素化合物原子說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例子觀點 這一段你的學習的重點是 第一個你要會元素符號 背一背 應該要會背 然後了解一下金屬元素跟非元素的比較 當然會說 然後再來就是要背一堆常見元素的性質 誰有沒有第一位啦 唯一的什麼啊 什麼最佳最高最低那種 寫了一堆東西 然後再來我們要介紹周期表 了解周期表的意思 然後呢介紹三個周期 淺金屬、淺土屬跟乳素 它一些性質要背要知道 最後一個大重點就是原子說 要了解原子說 要了解原子的構造 然後最後由此衍生出粒子觀點 用粒子觀點判斷什麼 純物質元素化合物 那個是一個重點 會考差不多每一次都會考原子說 每一次都會考原子說 這是一個重點 第一個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原素跟化合物 好 原素就是一個觀念 是一個想法 是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就是說我是基本材料 我沒有辦法用普通的化學方法 把我分解成更簡單的物質 所以這個是基本材料 基本材料 要來建造這個世界的基本材料 然後分為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這個我在講一上寫在後面 我先把它拉到前面來講 因為它跟沒有什麼特別的關聯 就是我們說自然界元素118 這裡也不要管 因為這個會變 最近才前面的報告還講說 第113號元素正式被確認 日本獲得秘密權 所以你就這樣 然後88 這也不用背 舊課本寫88 可是每個人說法也不太一樣 你會看到不一樣的講法 所以你就知道就可以用於它 重點是元素分作金屬元素 國中分作金屬元素跟非金屬元素 那你就要了解每個的性質、狀況 金屬元素有金屬光澤會亮亮的 剛切開的時候會亮亮的 叫做金屬光澤有延展性 可以拉長、可以打點 然後就是電熱量導體 所以容易導電、容易導熱 這是金屬元素的性質 電熱量導體有金屬光澤 有延展性敲下去不會碎掉 然後我們國中念教給你的元素 大部分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我們國中只教兩個 不是銀白色、銀灰色 就是一個叫做銅 有人寫紅色、有人寫紫紅色 有人寫紅棕色、有人寫紅棕色 那那個金就是黃色 金黃色、黃金黃金、金叫做黃色 黃色 所以這是記得一下 除了這個兩個之外 其他都是銀白色、銀灰色 國中程度就是取到這裡 然後這是一個重點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鹼性 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鹼性 但是有例外 氧化銅、氧化鐵、二氧化碼 丟到水中、喇喇的時候是中性 因為它不容易水 以前喜歡考氧化銅、氧化鐵 最近有人喜歡問二氧化碼 你就要記得 氧化銅、氧化鐵丟到水中、喇喇 是中性的 沒有成鹼性、沒有成鹼性 沒有成鹼性 因為它不容易水 OK 金屬氧化物水層、鹼性要備好 等一下再說 再來就是非金屬元素 非金屬元素就沒有金屬光澤 切起來沒有亮亮的 沒有延展性 以前做時間敲下去流棒敲下去 看冒敲下去它會碎掉 沒有延展性 然後它顏色很多變 講過這古時候愛考 現在比較不愛考 但是這一次八年級的段考也考了 也考了 顏色 綠是黃綠色、繡是暗紅色、點是紫黑色 正好是氣態、液態、固態 黃綠色的氣體、暗紅色的液體、紫黑色的固體 然後是氣態、液態、固態 這個以前很愛問 現在不那麼愛問 但是今年八年級 畢竟正好也問了 也問了 北下 顏色很多變 所以沒有像金屬一樣都以白色、以灰色 然後呢 然後就是電熱不良導體 不容易導電、不容易導電 然後被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是石墨 因為它叫做銅素液構體 所以不可以跟我寫碳 你要跟我寫石墨 石墨才是會導電的 石墨才會導電的 所以背下來唯一可導電的非金屬元素叫做石墨 石墨,要背 OK 那後面這樣已經解釋什麼叫做銅素一共體 後面要做銅素一共體 非金屬氧化溫溫溫溫溫層酸性 剛才是鹼製的酸性 然後重點 我說過了 沒有人考試是考 金屬氧化溫溫溫溫溫層的酸性還是鹼製 沒有人這樣考 都是問下列哪一個可以使 時會是不是呈藍色 那你要知道 塵藍色是酸性還是碱性 然後去挑金屬還是非金屬 所以重點是這個 當然要問紫色劑的顏色 這是重點 你要會背 什麼顏色是酸性 什麼顏色是碱性 OK 然後才去判斷它 背下來金屬氧化物容易水層碱性 非氧化物容易水層碱性 但是考試不這樣考 考試是用紫色劑的顏色來考 紫色劑的顏色 這是重點 然後這個講一看就直接寫過來 元素是用原子形態 可能後面要教原子說原子形態存在 所以相同的元素就是相同的原子 不同的元素就是不同的原子 同元素 同原子 同原子 同元素 那問題是什麼叫做同原子 同原子就要看到周期表 後面要叫周期表 就是有相同的原子序 後面要叫什麼叫原子序 周期表按照原子序排 我原子序一樣就擺在周期表的一樣的位置 我就被視為一樣的元素 就被視為一樣的元素 就被視為一樣的元素符號 所以有相同原子序的 就叫做相同的原子 相同的原子 這是個想法 知道一下 元素是用一顆一顆的原子的狀態存在 那我們原子序不一樣 是看我們的原子序後面要交 如果原子序一樣 就視為一樣的原子 就擺在周期表一樣的位置 就有一樣的元素符號 元素符號 這就是跟各位介紹金屬元素 跟非金屬元素的一些性質 把它的該記的就記一下 背一背就可以了 OK